嗨大家好,我是艾,欢迎来到今天的机长说什么 今天我们还是来聊一聊空难 那在上个世纪呢,华航发生过很多重大的航空事故 比如说在1994年发生的明古屋空难 1998年的大原空难,还有2002年的澎湖空难 那当时这三起空难是每隔四年发生一次 所以当时甚至还会有这种叫做华航四年魔咒的都市传说 就是说每四年的华航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航空事故 那么还好在2006年呢,华航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之后呢,华航的安全记录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所以说这个魔咒总算被打破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华航这个四年魔咒当中 第一起航空事故,就是1994年发生在日本明古屋的明古屋空难 这起明古屋空难的飞机呢,是一架空中巴士A300B4型客机 那么A300这个机型啊,是空巴公司生产的第一款飞机 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双通道宽体的双引擎飞机 当时这个航班呢,是要从台北的中正机场 就是现在的桃园机场起飞,飞向日本的明古屋机场 那么这架飞机的机长呢,叫做王乐齐 他是1989年2月1日加入华航 然后在这之前呢,他是在台湾空军服役了超过19年 那么他入职之后呢,先在华航飞了一段时间的波音747 然后才转到了这个空巴A300上面去 那么他在1992年12月升任机长 他总共呢,有8340个小时飞行时间 其中呢,有1350小时是在空巴A300上 那么副机师呢,叫做庄梦荣 庄梦荣呢,他是作为培训生啊 在1999年加入华航 他是先在美国呢,完成了飞行训练 然后又被华航派到了法国去完成了A300的机型训练 然后成为了A300的副机师 那么他总共飞行时间呢,只有1624个小时 其中有1033个小时啊,都是在A300上飞的 那么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从这架飞机起飞的时候开始说 这架飞机呢,在1994年4月25日下午的日本时间 5点53分 我后面的时间呢,都会用日本时间来说 因为这个故事大部分事件呢,是发生在日本的 台湾的时间呢,就是比日本早一个小时啊 减去一个小时就好了 那在5点53分啊,这架飞机呢 就在台北的中正机场起飞了 当时飞机起飞非常顺利啊 然后在下午的6点14分就到达了巡航高度 33000英尺 飞机呢飞行非常平稳啊,没有任何的异常 然后一路飞向了宁谷屋机场 到了下午的7点45分,这个时候呢 飞机师呢就在驾驶舱开始对这个机长进行下降的简报 过了4分钟啊,然后飞机师呢就开始向机长去请教一些和飞机着陆有关的一些技巧 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机长很认真的在给这位飞机师去讲解 他们大概聊了有20分钟左右 我看过一些其他YouTuber的影片啊,介绍这个事件 那么很多人呢提到了这个驾驶舱里面的氛围这件事情 我看了一下他们当时聊天的记录啊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机长给这个副机师创造了什么压力 我觉得当时这个机长是非常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亲切的在给这个副机师传授他的一些飞行经验 啊,机长当时还对这个副机师说啊 说我不不bother你了 然后你不要问我,自己做,做decision 那除非到了你不能cover的时候呢 我才会提醒你 他呢是希望让这个副机师呢 多参与飞机的管理和操纵 让这个副机师呢可以尽快的成熟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啊 在飞行当中的是很正常的一个机长的选择 那又过了11分钟啊 到了8点11分35秒 这个时候啊,副机师呢 他就想那早一点去解除这个自动驾驶 然后去练习一下飞行技术 他就对机长说 那教官,那我把它解掉好了 啊,机长说好,你用手飞 那副机师呢就关掉了两部自动驾驶 到了晚上8点12分19秒啊 这个飞机就通过了外信标台 然后正式的截获了这个iOS仪表着陆系统信号啊 开始沿着这个下滑道向跑道进行最后的进场 到了13分14秒呢 金翼被放到了30-40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A300的着陆金翼的构型 那着陆形态已经完成 然后机组呢也完成了着陆检查单 那么到此为止啊,一切都非常正常啊 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到了14分05秒 这个时候飞机的高度是1070英尺 大概还有一分多钟飞就可以着陆了 这个时候呢,副机师啊 不小心他的这个握着油门的左手 碰到了在油门这个杆上面的一个叫做GoLiver的东西 这个GoLiver呢,是一个小小的开关 它就在这个机师手握的这个位置下面一点点 这个开关呢,是让这个飞机重飞用的 当这个机师按下GoLiver的时候呢 就表示机师决定要重飞了 这个时候飞机的自动推力系统 会把这个推力手柄向前加到最大的重飞推力 那么飞机的飞行计算机呢 也会从着陆模式啊,转为重飞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啊 因为这个副机师的不小心按到了这个GoLiver 那么飞机的推力增加 飞机的机头呢,就开始逐渐的抬起来了 副机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啊 所以他开始了把这个驾驶感向前推 他想把这个飞机的姿态重新恢复到 沿着下滑道啊,向跑道飞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机长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机长就说呢 哎,哎,空巴A300的着陆模式啊 是通过自动驾驶面板上的一个开关来实现的 机师按下这个开关之后呢 飞机就会做好各种准备 准备去截获IOS系统里面的航向道和下滑道 进入这个自动的下降模式 那么如果飞机就重飞模式了 他就会取消所有这些东西 然后保持一个机头向上的姿态 然后让飞机呢,离开地面越远越好的 去向空中爬升 那么这个就这两个模式最基本的区别 那么在8点14分的10秒 机长就说,哎,你抠到那个go lever了 然后腹机师呢就说 对,是,是,我触到了一点点 那么在这里啊,其实这个腹机师 他碰到go lever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用手握住这个油门的时候 不小心伸得太长了 手指就碰到这个go lever了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机师 他本来是想要用另外一个按钮啊 去解除自动推力系统 但是他不小心呢,按错了 按成了这个go lever 那么到了14分12秒 机长就说把它解掉 腹机师就说,哎 那么在这里面啊,关于这个把它解掉 其实是有两个解读 第一个解读呢,就是说机长让他 去断开飞机的自动推力系统 因为在腹机师按了go lever之后呢 推力就自动加上去了 进入了一个自动控制的 重飞推力的状态 所以可能机长是想让他把这个 自动推力关掉 那么另一个解读呢 就是说让他把这个重飞模式取消掉 那又过了4秒钟啊 机长说,那个 然后腹机师说,哎 这一段含糊的对话里面呢 就有三种解读 第一个解读呢,就是机长让腹机师呢 去接通自动驾驶 第二个解读呢,就是机长去重复他 刚刚在4秒钟之前 说的某一个指令 那么第三个解读呢,这就是机长的一个口头禅 他只是无意识地说了一个那个 那么到了14分20秒的时候 飞机的两部自动驾驶呢就被重新接通了 那么飞机自动驾驶呢是根据飞机当时的飞行计算机认为的飞行模式来操纵飞机的 所以当时飞机呢是在重飞模式 那飞机自动驾驶呢就会按着重飞模式的方式去调教这架飞机 那么他希望这架飞机呢抬头去向上爬升 但是当时的副机师呢是希望这架飞机继续下降 进场着陆的 所以副机师就不停地向前压着这个飞机的操纵杆 让飞机低头 但是飞机自动驾驶不这么认为啊 自动驾驶觉得你现在要重飞的话 那我就要让飞机抬头 那让飞机改变姿态呢主要是靠飞机的方向座和水平安定面的控制 那么水平安定面呢是飞机尾部的这个很大的这一片 这一片啊它其实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水平安定面 一部分呢叫做升降座 升降座的大小大概是整个的水平尾翼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水平安定面呢占到了剩下的三分之二的面积 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说呢 当这个水平安定面 它调整到让这个飞机的机头全姿态向上的时候 那么机师靠驾驶舱里面的这个 驾驶感去驱动后面的升降座的这个操纵 是没有办法抵消水平安定面产生的这个巨大的空气动力的 所以当这个副机师他不停的向前推驾驶感的时候 那么飞机自动驾驶就觉得 哎你不是要重飞吗 你干嘛往下去推飞机啊 那我要帮助你把这个飞机抬起来啊 所以飞机自动驾驶呢就开始不停的慢慢的去配平飞机后面的这个水平安定面啊 去给飞机产生一个机头向上的力量 那么这个力量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副机师呢他操动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啊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把这个飞机顶下去 那么关于自动驾驶为什么会被重新接通呢 日本民航局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机长当时要求副机师去接通自动驾驶 在刚才这个14分16秒的时候机长说了一句nag 这个nag很有可能就是机长当时指着这个飞机自动驾驶接通的开关 对副机师要求他去接通自动驾驶 那么这个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因为飞机的油门手柄的位置啊 每四秒钟会被记录一次 那么在飞机自动驾驶接通前后的这四秒里呢 飞机油门的位置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这就有可能是这个副机师当时他的左手离开了推力手柄 去接通自动驾驶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呢没有人操纵油门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可能是有可能成立的 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机长他自己去打开的自动驾驶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副机师啊 在没有告诉机长情况下自己去接通了自动驾驶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其实也很大 因为机长在这个航班下降准备的时候呢 去鼓励副机师多做自己的决定 多去自己做出选择来 所以很有可能呢副机师在这个时候 根据他当时的状况决定打开飞机自动驾驶 让飞机自动驾驶帮助他操作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一个选择 到了14分23秒啊 机长呢就觉得这个飞机现在已经偏离下滑道太远了 然后他就开始让这个副机师去降低飞行的姿态 跟他说呢推下去把它推下去 这个时候其实是蛮奇怪的 因为飞机自动驾驶在这一时候呢已经是接通的了 机师其实很少在飞机自动驾驶接通的时候呢 跟自动驾驶一起去操纵飞机 机师一般来做的选择就是 要不然让自动驾驶去控制飞机 要不然就把自动驾驶断开 然后人工的去操纵飞机 所以在自动驾驶接通的时候 机长让副机师呢去把飞机往下推 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其实也有三种可能啊 那么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机长他不知道自动驾驶接通了 那么就表示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自动驾驶接通的 第三种可能副机师自己去接通的自动驾驶 这种可能是成立的 那么因为机长不清楚这个状况嘛 以为飞机没有自动驾驶 所以他才会让副机师往下推这个飞机 那么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机长知道飞机自动驾驶在接通 但是他以为飞机的重飞模式呢 已经被副机师解掉了 那么第三个可能呢 就是说机长他知道自动驾驶接通 而且他觉得副机师如果向下推这个驾驶杆的话 自动驾驶会自动断掉 那么为什么机长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因为机长之前飞的波音747 或者说是其实全系列的波音飞机呢 都是这个逻辑啊 当这个自动驾驶接通的时候 如果我及时去人工的操纵驾驶感 当这个力量超过一定的时候 飞机自动驾驶就会被自动的断开 那么但是啊 这个空8E300其实是一个例外 空8E300呢 他当时的这个机型啊 在飞机进入重飞模式的时候 是允许机师和自动飞行系统同时操纵的 而且在飞机的着陆模式 其实也是可以一起操纵的 那么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为了着陆模式设计的 因为当在飞机着陆模式的时候呢 飞机自动驾驶假如说没有保持好飞机的轨迹 那机师是可以通过呢 对这个飞机的帮一把扶他一下 然后让这个飞机呢 去飞在一个正确的飞行轨迹上 但是空中巴士呢 当时就发现啊 这个飞机在重飞模式的时候 如果机师还是去操纵这个飞机的话 那么这个飞机呢 有可能就会和自动驾驶系统 产生一个矛盾的操作 就像现在发生的这个状况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飞机的飞行的水平安定面 和机师想要飞行的方向 出现相反的方式 导致飞机的水平安定面出现配平不当 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在华航的这个事故发生之前的几年呢 出现过三四起类似的事件 所以空中巴士后来就在这个飞机的飞行操纵手册上面 加了很小的一个注意事项 告诉机师在这个状况下 如果你这样操纵飞机的话 飞机会出现很危险的状况 那么七秒钟之后到了十四分三十秒 机长发现这个飞机还在重飞模式 然后机长就说了 你用go around mode 他就说你还是在这个重飞模式 然后又过了四秒钟 这个时候副机师呢 他两次去按这个飞机驾驶盘上面的安定面配平开关 那么这个安定面配平开关是一个控制飞机水平安定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飞机水平尾翼上面 这个最大面积的这一部分 是可以其实通过机师驾驶盘上的一个开关来操纵的 那当机师希望这个很大的空气动力面 能够帮助自己飞行的话 那么当他想让这个飞机往哪个方向飞 他就会去往哪个方向去调整这个水平安定面的位置 那么一般的机师呢 都会觉得驾驶杆上的力量太大的时候 就会去操纵这个水平安定面 让这个水平安定面呢 来帮助自己减轻这个操纵力 所以说当时这个副机师呢 他一定是感觉到手上的力量特别重 所以他才会去按这个开关啊 想把这个安定面配屏呢 向机头朝下的方向去调整一下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空中巴士呢 其实在自动驾驶接通的时候 这个安定面配屏开关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副机师为什么会在 会去做这个无意义的动作呢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副机师他知道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动驾驶已经接通了 所以这就有可能证明之前 飞机自动驾驶呢是机长在没有告诉 副机师的情况下去打开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这个副机师呢 他去飞行这个飞机真的非常困难 一个条件反射的感觉 让他去这样去操纵了一下 那么到了14分45秒 这个机长呢又去强调 飞机现在还在重飞模式 他说你现在还在go around mode 副机师呢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重飞模式取消掉 那么飞机这个时候就开始逐渐增大引脚 然后飞机的姿态就越来越大 飞机的速度也在开始降低 然后又过了几秒钟到了14分49秒 副机师就对机长说 叫关AP disengage 他就说我把自动飞行的系统关掉了 那么飞行记录器也记录到两部自动驾驶都被关掉了 安定面呢这个时候啊 在飞机的最后面呢保持在了让飞机的机头抬升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是对于一个正常的飞机来说 通过驾驶舱里面的驾驶感 是没有办法去让这个飞机的姿态在一个安全状况下飞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机师必须要赶快把这个水平安定面的位置啊 从让机头抬升的最大值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那么到14分51秒啊 副机师就说叫关还是推不下去 就说他这个驾驶感上力量太大 他推到了最前面 飞机还是在抬头 那么到了14分57秒呢 因为这个飞机的迎角一直在增大 空中巴士有一个功能叫做Alpha Floor 它是在飞机的迎角达到一个预设的危险的值的时候 就会把飞机的推力加到最大 避免飞机失速 那么在当时呢 这架空巴飞机上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迎角之后 飞机的自动推力系统就开始加油门 把这个飞机的推力加到了最大值 机长在一秒钟之后呢 就说我刚那个Land Mode了吗 这句话呢听起来很奇怪 不知道机长是在说什么 他可能是讲 这位机长当时还是很想要把飞机从重飞模式里面解除掉 那么他应该是尝试去按了这个飞机自动驾驶面板上的这个着陆按钮 按了这个按钮之后呢 飞机在正常情况下就会进入着陆模式 就是他在里面说的这个Land Mode 但是空巴的设计呢是说只有飞机在重飞状况下 就是重飞模式里面去按这个Land Mode这个按键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也就是说机长当时可能不了解这个逻辑 所以他去按了这个Land Mode按钮 但是飞机呢还是保持在重飞状态当中 然后这时候机长就说呢 OK我来我来我来 然后他也尝试着把驾驶杆推到最前面 发现这个飞机还是在爬升 没有办法转为下降或者平飞的状况 所以到15分04秒 副机师呢就开始不停说解掉解掉解掉 那么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个解掉是指解掉什么 但是很有可能是说让机长去解掉这个加到最前面的自动推力 然后又过了4秒钟啊 机长呢现在是非常的困惑 他完全不理解到底飞机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机长就说这怎么搞的 那又过了3秒钟 这时候机长终于觉得这个状况非常非常不对劲了 他觉得应该要重飞 所以这个时候机长就按下了GoLiver 飞机的引擎推力呢就又一次加到最大 那么飞机引擎推力增加呢会引起飞机有一个向上的抬头力距 再加上这个时候飞机最后面的水平安定面呢 是处于一个机头向上的配屏 所以飞机当时就立刻增大营角 开始快速的向上爬升 这个营角增大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在最后的时候这营角增大到了52度之多 那么飞机呢就逐渐开始接近失速了 那么在15分18秒的时候 飞机的苍蝇记录器记录到了飞机的飞行紧翼 被向上收起了一格 那么飞机在重飞的时候紧翼向上收一格 是为了减少飞机重飞的时候的阻力 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但是呢这个飞行舱音记录器记录到了在那一次操作之后 又有几次这个锦翼手柄向上收起的声音 那么也就是说金翼在飞机重飞的时候很可能被完全收起来了 在这种状况下呢 金翼它其实是起到了增加升力的作用 那么如果全都收起来的话 飞机很可能会进入失速 在15分20秒的时候 机长就说 哎他这样会失速哎 那么这句话就被解读成 机长当时看到了 飞机师把金翼全收起来的状况 去说哎这样可能会失速 但也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机长其实并没有发现 他只是看着他前面的仪表 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很危险 很可能会进入失速 那么果然啊 就过了5秒钟到了15分25秒 驾驶舱里就响起了失速警告 飞机开始进入失速 然后在15分31秒的时候 飞机师就开始不停的说 set set推机头 那么虽然不知道这个 飞机师说这个set set 到底是想要让机长set什么 那么分析上来说呢 可能是想让机长去设置 这个水平安定面的位置 让飞机进入一个安全的飞行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飞机已经达到他爬升的最大值了 开始进入一个失速下坠的过程 那么在15分34秒 飞机师就开始不停的大喊 power就是推力 他一直在这样喊 喊到了飞机坠毁 那机长当时呢 非常镇定的说 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急不要急 那么在15分35秒啊 机长呢 他把他之前向前推驾驶杆 来改正失速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变成向后拉驾驶杆 这个被理解成 当时机长看到地面 在快速的破进驾驶舱 这种条件反射的感受啊 让机长当时决定 去把这个飞机呢 向后拉平 让飞机呢 可以能够有一个比较柔和的姿态 去接触地面 那么在15分37秒 飞机的禁地警告系统 就是GPWS 发出了禁地警告 Terrain Terrain P主机组的前面码 就要撞在地面上了 又过了三秒钟 飞机的失速警报 就又一次响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机长在驾驶舱里 说了一句 完了 然后过了五秒钟 飞机就坠毁在 鸣鼓屋机场 那么这架飞机上呢 一共有256名乘客 15名机组成员 最后呢 奇迹般呢 有7人生还了 但是264人不幸遇难 那么这个事故 在结束之后啊 日本民航局 做了很多的调查分析 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 但是即便如此呢 这里面还有很多疑点 那么首先来说啊 就是这个 刚才在这个时间线里面 两位机师对话当中呢 有很多含糊不清的 指代的一些名词 并不知道 有一些具体的细节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事情也无从考证 有很多可能性去推断 但是这些呢 也都只是一些推测而已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 在这个事后呢 调查发现 两名机师的血液当中 都含有酒精 那么尤其是副机师啊 他的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了0.055% 这个标准 已经远远超过了 现在酒精含量0.04 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标准 是不是说明 这两位机师有过酒驾呢 这是一种可能 可能他们在执行航班之前 喝过酒啊 但是还有另外的可能 那么在医学上呢 有一种特别的现象 叫做死后酒精发酵 也就是说 当人在死亡之后 身体当中的某些 特别的微生物 会把你身体当中的一些 糖分发酵成为乙醇 这个过程会根据 周围的环境啊 这个人个人的身体状况 等等等 很多不同的因素呢 而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那么根据当时的医生 在这两位机师死后的尸体 储存的状况下的一个判断 认为这两位机师身体当中 血液酒精的含量呢 是符合死后酒精发酵的一个正常范围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当时在飞机坠毁的时候 巨大的冲击力啊 就摧毁了驾驶舱 还有驾驶舱后面的前厨房 那么前厨房里面 当时储存了很多酒精饮料 是提供给旅客饮用的 那么这些酒精饮料在破碎了之后 就从破碎的前厨房壁板当中呢 喷洒到了驾驶舱里面 这两位机师在身亡的时候 身上呢都产生了很大的开放性伤口 很有可能这些喷洒进驾驶舱的酒精 进入了这些伤口 然后也就进入了机师的血液 所以说因为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种可能导致了 这个机师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的出现 所以最后的调查报告当中呢 也没有认为机师是有可能饮酒的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空中巴士公司 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 提出过一份service bulletin 这个东西呢叫做服务通告 服务通告呢 其实就是飞机制造商 他如果发现自己之前生产的飞机 有什么技术上的缺陷 或者说是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他就会发布一个服务通告 给之前买过自己飞机的航空公司 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去对这个飞机上的什么一些部件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可以让飞机的性能更好 或者说可以避免一些危险 那比如说像这个737 MAX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 波音公司呢也就是发出了这个服务通告 service bulletin 那么空中巴士公司啊 在这起事故之前就发现了几次非常类似的事件 那么空巴士公司就认为这东西很危险啊 不能让它继续这样下去了 所以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服务通告 给所有的航空公司 让他们去升级飞机上的飞行控制计算机 这个升级最后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说可以达到当在飞机的重飞模式下 如果机师去操纵飞机的驾驶感 那么当这个操纵力超过15公斤的时候 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就会被解除掉 所以就说当时如果这架华航飞机上 完成了这个service bulletin 那么当那位副机师第一次去 在自动驾驶接通状况下去 向前推这个驾驶感的时候 自动驾驶就会被解除掉 那么飞机安定面配屏呢 就不会被推到一个这么极端的位置 那么这次空弹呢 绝大多数的可能性下 就不太会发生了 那么华航在拿到这次航空通告的时候 空八公司在上面标注的等级是建议 而不是说强制 那么在建议状况下呢 航空公司是没有义务 一定要马上去执行这个通告的 那么当时华航呢就想了一个主意 就是说下一次等到这个飞行控制计算机 坏掉的时候送去维修 就顺便把它升级一下 然后就完成了 所以这样既经济又方便 那么这个航空通告呢 是华航在1993年6月24日拿到的 那么一直到这次的飞行事故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华航的机队里面 没有一架飞机的飞行控制计算机出故障 所以没有任何飞机得到了升级 那么另外一个疑点 就这两位机师的模拟机训练 机长的模拟机训练呢 是在1992年7月 在泰国航空的训练中心完成的 当时呢 泰国航空的这个训练基地啊 没有对这个状况的训练有任何的要求 所以说机长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状况 那么副机师的训练呢 比机长晚四个月 是在法国的Airformation这个公司完成的 在后来调查他的训练记录的时候 就发现副机师 他的教官的那一份训练检查单里面 是有这个叫做重飞掩饰自动驾驶出现不正常状况 这样的一条 那么这条当时对应的就是这个事故当中出现的这种状况 也就意味着说呢 副机师应该已经看到过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怎么样避免这个事情 那么但是在副机师他自己的那份训练手册里面 是没有这一项的 所以这边就一个疑问 也就是说当副机师并不知道 在这个训练当中会发生什么 也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候 那么这个教官是怎样做的这次演示 那么教官有没有真的给副机师做这个演示 这些都让人不能确定 那么最后一个疑问 就是说导致这个空弹的罪魁祸首 这个水平安定面 为什么他配平到了一个失控的状况 驾驶舱里面却一点都不知道呢 首先来说这个水平安定面 在飞机的尾部的最后方 驾驶舱里是直接看不见的 那么他在驾驶舱里有一个显示器 显示这个水平安定面 现在在什么位置 这个显示器的位置 在两位机师中间的中央操纵台上 所以说机师平时看向前方 是不会注意这个东西的 那么其实这个水平安定面 他也知道有这种状况下 机师看不到 他就有一个声音警告 就是说当这个水平安定面 向一个方向不停的去运动的时候 驾驶舱里发出一个 呼呼的有警告 告诉机师 这个水平安定面 在朝一个方向在不停的配平 但是这个功能呢 只在机师人工操纵安定面的时候 才能启动 那么这个飞机自动驾驶 去怎么样操纵这个水平安定面 驾驶舱里都不知道 所以这应该算是飞机设计上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分析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呢 日本民航局就给出了一个 事件调查的原因 首先呢 是说这个飞机的推力手柄设计的问题 那么让这个副机师呢 不小心按下了go lever 然后飞机呢也从着陆模式呢 转入重飞模式 那么在这个重飞模式状态下呢 机师他决定接通了自动驾驶 在他接通自动驾驶之后呢 因为飞机的自动驾驶逻辑的原因 飞机开始不停的去驱动 这架飞机的水平安定面 让飞机的机头抬升 那么机师当时执意要着陆这架飞机 所以就出现了机师跟自动驾驶 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个机师和自动驾驶的 对抗当中呢机师显然没有对抗过飞机的自动驾驶 那么自动驾驶就一路驱动着飞机的水平安定面 把飞机的姿态呢调整到一个非常危险的 机头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飞行状况下 副机师呢还是执意要着陆 机长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飞机 现在进入了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也没有及时去接手这个飞机 而是继续眼看着所有的状况在不停的恶化 空白A300当时这个设计呢没有提供在这种安定面配平不当的状况下 让机师可以迅速断开飞机自动驾驶 来保护飞机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不能在飞机的水平安定面出现这种配平不当的时候 去及时的警告机师 那么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滑航的训练 机师在整个这个飞机操作过程当中呢 完全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除飞机的重飞模式 而且在飞机自动驾驶接通的时候呢 多次去操纵这个水平安定面 那么这种无效的操纵呢从一个方面可能就说明了 机师对飞机的飞行系统非常不了解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航的训练呢可能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日本民航局还向华航和空白公司都提了一些建议 对华航的建议呢就是要加强机师的培训 让机师能够更加理解飞机的飞行状况 那么对空白公司的建议呢 当然就是让空白公司去改进 在这个事故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空白公司呢后来也改进了飞机推力手柄的设计 也改变了这个飞机重飞方式下的一些飞行逻辑 那么其实即便如此 在空白飞机上呢 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奇怪的逻辑 比如说在空白A320上 当机师决定重飞的时候 如果飞机此刻的高度离飞机重飞的目标高度 只有不到250英尺的话 飞机是不会在飞机的目标改平高度去平飞的 飞机呢会一路不停的爬升 突破这个重飞的目标高度 这样就会违反航管员的飞行指令 那么这种糟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就是因为飞机背后飞行控制计断机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其实是在飞机的飞行手册上是有显示的 但是只是很小一行字而已啊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人告诉你 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状况的话 只是靠阅读这行文字呢 我相信机师都是很难理解 它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的 那么其实空白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所以空白在最后呢 提出了一个叫做黄金法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交给每一个机师去记住 这个黄金法则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当飞机的自动驾驶功能和你的需求不同的时候 解除自动驾驶人工飞行 我觉得空白提出来这个黄金法则 最大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也清楚 自己的飞机里面有过于复杂的飞行逻辑 所以说没有机师能够完全掌握 这个飞机里面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当这个飞机出现非常奇怪的行为的时候 机师就应该赶快把这个飞机的操纵 拿回到自己手里面去 但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问题啊 就是说虽然这次事故里面 假如说机师及时的断开了自动飞行 让自己来操纵飞机呢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惨剧了 但是如果回头看一看法航447次航班 那么假如说在这个航班上 机师在飞机坠落的这几分钟当中 任何一个时候松开了双手 让飞机的飞行电脑 自动的去恢复飞机的飞行姿态的话 最后飞机都可能不会坠毁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机师应该去 把自动驾驶关掉 自己来飞行 什么时候应该松开双手 让自动驾驶来飞行这架飞机呢 真的是一个很难掌握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